隔纽、新、汇聚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强大合力 3月10日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进行分组审议 图为代表们在认真听取发言 3月7日 习主席在出席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要汇聚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强大合力 上下同遇者胜 连日来 军队代表委员坚持用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 坚定意志 大家一致认为 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 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是全军部队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全军官兵要心往一处想 尽往一处使 上下同遇 隔扭 心 努力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激励之所举 则无不胜也 众治之所为 则无不成也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是系统工程 涉及全军各个领域 各个岗位 各个层次 贯穿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全过程 全方位 全时空 全员额 荣贵清代表说 要汇聚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强大和力 首先要牢固树立系统工程的理念 认清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是全军共同的责任和担当 没有法外之欲、法外之士和法外之人 也不可能仅仅靠哪一级机关、哪一个部门、哪一个行业畅独角戏 将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环节的一切军事活动纳入依法治军范畴 工作头绪多 涉及范围广 协调难度大 来自军委机关的代表委员认为 这更加需要加强对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组织领导 只有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 调动从军队到地方 从机关到基层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精心筹划 齐抓共管 才能有条不稳、稳扎稳打 确保依法治军战略全面落实 确保各项举措精准落地 直奋而民不叹 次定而序不乱 来自军委政法委员会的代表说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必须按照职权法定 全则统一、职能明晰 权力制约的原则 明确军事法规执行主体和责权 军委要加强组织领导 各部队要认真履职尽责 法治工作机构要发挥好职能作用 积极稳妥地做好贯彻依法治军战略重大问题的集中领导 运筹谋划、科学决策和统一部署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一级有一级的责任义务 一个岗位有一个岗位的法规制度 各级党委、首长、机关、部门的基本职责不同 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又要密切协同、相互配合 尹东代表说 无论哪个层级哪个岗位 都要坚持依法履职尽责 一点一滴固化、一兵一族塑造、一朝一夕养成 让法际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天下知识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治必行 郑浩代表说 随着军事法规制度体系 军事法治实施体系 军事法治监督体系 军事法治保障体系逐步建成 下一步最关键的是 各级宁神距离同抓共管 把依法治军战略融入到部队工作各环节 让法治精神贯穿部队工作全过程 努力形成党委依法决策 机关依法指导 部队依法行动 官兵依法履职的生动局面 上有所律 下有所进 上有所行 下有所访 依法治军关键是依法治官 依法治权 军队代表委员在讨论中一致认为 领导干部对法治的信仰程度 遵守程度 执行程度 直接影响着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成效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是坚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 实现建设法治军队目标的重要保证 苗润吉代表说 领导干部作为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重要组织者 推动者 实践者 对党委依法决策 机关依法指导 部队依法行动 官兵依法履职起到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要通过建立完善法规制度 推动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的能力水平 领导干部思想统一 行动自决 官兵就会认识到位 步调一致 来自海军的代表委员表示 各级领导干部 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 做决策 办实事 要严格落实政策规定 规范用权办事程序 执行保障标准 法治的要义是治权 治权的重点在关键少数关键环节 侯胜亮代表说 要善于扭住关键环节 破解对关键少数监督的难题 强化日常监督 敢于摇耳扯袖 红脸出汗 做到抓早抓小 防微杜鉴 坚持和完善相关制度 创新方式方法 聚焦薄弱环节 通过监督让各级领导干部 做到心有所谓 言有所见 行有所指 自决按照法规制度正确用权 谨慎用权 干净用权 当好贯彻 依法治军战略的排头兵 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为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是全面依法治国 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不开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学习讨论中 军队代表委员形成这样的共识 无论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还是推动国防动员创新发展 无论是依法维护国防利益 还是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都需要军地携手 同心合力 西西马委员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 颁布实施过程提出 履行职责使命 必须把强化官兵法治素养作为基本要求 当前 基层一线官兵在学好用好现行法律的同时 不断探索 总结和积累了不少依法履职经验 一年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议法 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 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相继实行 军队代表委员谈到 这些法律法规接连出台 募盖服务部队备战打仗 建立拥军机制 解决官兵实际困难等方面 日真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撑 极大的鼓舞了军心士气 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实行 离不开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是军地携手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生动实践 依法服务保障军队建设 军事行动和军人合法权益 既是地方党委政府履行法定的国防职责 也能够更好助推军队备战打赢 鼓励官兵建功军营 来自浙江省军区的修长制代表介绍 近年来 浙江省结合开展法治浙江建设 把依法服务 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大盘子 一体筹划推进 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帮助解决改革急需 打仗急用 官兵急判的难题 在全国率先颁布省域层面的 浙江省军人军署权益保障条例 研究出台助力推进新时代海防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文件 及时制定训练场地置换 军事设施保护 用军之前协调联动机制和军人转业安置 子女教育优待等措施办法 通过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汇聚人心力量 切实提升对部队建设的贡献率 人心旗 泰山仪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不是某个人或某级机关的事 加快制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制化水平 也不可能仅依靠某个人或某级机关的努力 需要全社会的关心支持 需要全军官兵的共同努力 军队代表委员坚信 只要我们上下同心 步调一致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听令而行 闻令而动 就一定能汇聚 其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强大力量 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